把你的皮疙瘩 混合清晰粉 入水 然后把皮疙瘩放在清洗的皮疙瘩 这是一档看了也不会变聪明的一支节目 谁拿走我的12800 你好 我是AB哥培勇 我觉得世人有对我太多人误解 只能看到很表面很肯浅很细皮笑脸的我 但 但是你们不知道一匹逆行 其实做这个很有深度 很认真 很严肃的 今天我一如往常的到大学上课 从我自信的刘海 端庄的鼻孔 辅媚的笑容 就足以将我是一名财貌与科业兼优的好学生身份给出卖了 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堂课 我比上课的时间早来了15分钟 这样我就可以比别人多努力15分钟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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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嘉宾呢让我来介绍他一下 他 哇我有很多的身份 从电台DJ 我自己一开始认识他是因为电台DJ 然后现在他也是电视主持人 然后当然呃大家会称他为网红 然后也是content creator content creator 就是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有不同的内容的露出 呃我觉得他是马来西亚少有跨越传统媒体 到整个网络世界的呃自媒体的一个媒体人 那大家都称他为马来西亚的业配王 我们今天掌声鼓励邀请我们的嘉宾陈培勇 嗨 哈哈 哈喽大家我是黑的跟培勇 嗯 其实今天我有点小紧张 因为我觉得在网红感受得到你的紧张 对 我从侧边看得住你的这里在颤抖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业配王 喂 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自己红吗 呃我觉得我比较黑啦 哈哈哈哈 哇这个很厉害 对没有确实我觉得红这种 你没有办法自己去讲 跟自己去定义 这个是呃 观众给予的 到底有没有那个影响力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 嗯 嗯 讲到真正红我觉得还还还没有到 其实你小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当网红这回事 其实完全没有从真的从来没有 我相信很熟悉我观众我讲过200次 他们都知道我是来自吉兰丹 真的是一个乡村野孩子的 所以我在18岁以前都是 完全不了解科技这一块的 就连连手机我说用那种 阿骂的手机就是有button unless他们的 OK OK 所以电脑我只会开关机 所以更不可能会去讲要这么当网红 或者当内容创作者 这一块是没有的 所以进入这个圈子是因为那时候去参加的 于吗 去参加了BJ的那个比赛 是 那时候我在大学的第一 我算一下 第二年 然后就参加了一个比赛 就叫做Be My Star Dj 你持在这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以来都不是大家看好的那一个 所以我是黑马 他们这样形容我当初是黑马 然后就真的一步一步这样走着去 然后就赢了那个比赛就觉得好不可思议 所以那时候的感觉是你会觉得你是幸运的吗 还是你会觉得那个趋势不一样 应该这么讲 当初决赛要选我或者另外一位选手的时候 其实他们考量了很久 但最后让我赢了冠军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这么多选手当中的 连老板也公认 连节目不经理 所以所有人连资深DJ都觉得我是一个不符合标准的 我真的连口调语音任何一个表达能力都是最弱的 但我有一个东西他们觉得是闪闪发亮 他觉得我是一个personality很重很强的人 是那个时候你才发现你有这个个人迷你吗 赢了比赛之后我还是会觉得好像不错 没有我觉得好像不错 因为我一直来从小那都是非常有自信的人 觉得做什么都好像ok这样子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真的不符合标准的 是老板我们最大的一个老板他就说培勇除了个人魅力以外 其他都是垃圾 他真的有这句话来形容 他没有到这么重 但是他的意思大家开玩笑大家就懂这个意思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去加强这一块 然后我真的很感谢DJ一般DJ们 老板就知道这个死陪勇就是中文很烂 所以他就安排其他DJ我们大家一起去上正音班 所以那时候你就很努力的去加强这一块 所以那默然回首经过了四五年 看回去当初的自己的表达能力啊 组织逻辑啊 或者是发音的部分 真的就是老板讲垃圾 哈哈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介意别人一看到陈培勇就叫你网红 你会介意吗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你能够拥有多重身份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去开心的事情 那其实你比较 你比较希望人家看到你是哪一个身份 我觉得就叫培勇就好了 我觉得他的概念是这样子 今天你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某一些身份 特别把它归类成那一些 当你能够成功的让人家记得你的话 他就会忘记你其他所有东西了 这是我觉得我想要去营造 所以我不需要特地跟大家讲 我是DJ 我是内容创作者 或者我是网红 我不需要去特别强调 但是我就是培勇 那综合刚刚那么多身份 其实你也算是艺人吗 不算我觉得不算 为什么 你觉得艺人才缺了什么 我觉得艺人的标准跟门槛很高 因为我觉得艺人是你要具备非常非常好跟很强的才艺 包括不管你要唱歌也好啊演戏也好 我觉得你称得上艺人 你有啊 你有很多的才艺啊 我自己都兴趣 我自己还写歌 我有看你的歌做词 然后是导演 我觉得你都综合了有很多的技术面的部分 都综合了在一起 我觉得这只是我一点点小小我去玩跟尝试的东西 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一个A-plus的level 我觉得要A-plus你才可以称自己为艺人 那请问陈北勇想要当A-class的艺人 我觉得我真的很想要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主持人 这个是我其实很想要往的方向 如果你真的要硬要我找一个定位是我最舒服的话 我是要具备传统影响力的互动网创作者 同时也要具备网络创作能力的传统艺人 你明白那个茶饭 我明白 我觉得陈勇他比较特别是因为他毕竟是从传统媒体出生 那传统媒体他有很多的一些标准 比如刚刚说口条啊语音啊 可是当他转换到来你做网络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他有加分很多吗 肯定肯定 我觉得传统的这些工作 他最大的问题是他门槛很高 当初我们在那个比赛几百几千个人报名 然后赢整个比赛就只有那一个人两个人而已 所以这个门槛非常非常高 你才能够进入传统媒体 如果你要收传统媒体的限制啦 或者是传统媒体的训练啦 你才能够走到那个位置跟那个高度 那如果其实你用这么高的标准去做一个 我觉得完全没有太大的门槛的互联网的话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互联网是只要你能够自己开个 account 你能够自己拍自己 你能够把一些作品放上去你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是很大的优势 我觉得你有提到一个重点 很多传统媒体有经验的人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进入当网红 未必 如果这样子按照这个逻辑 今天整个电台电视台的所有阿哥阿姐 一格一结 直接做网络就直接大爆红啦 可是你还是有发现很多阿哥阿姐 或者是想要尝试做互联网这一块 但依然做不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它两块是非常非常截然不同 不是说你要从这边搬来这边就OK 这边搬过去也不行的 它是需要计备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 element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整个网路趋势 网路社交平台的崛起 大家都在网路上面找好的内容 传统媒体人都拥有很多这种好的内容 那要怎么样把这个好的内容把它转换到网路平台 那我想说裴咏自己本身也算是有经历过 也了解传统媒体和网路自媒体的这个不一样 那你有什么一些建议啦 我觉得是建议可以分享 因为我身边也认识很多艺人 很多一些可能是新闻主播等等 其实我觉得他们内容都非常棒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转换到来这个网路 成为一个content creator 理解 我觉得它需要从传统去到互联网的话 其实它需要很多很多element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两个 第一个的话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段位放下来 他们可能会觉得 哎我已经今世今日走到这个高度跟这个地位 哎呀我不想要做网路的人做的东西啊 那小孩子做的啊 可能他们不把这句话讲出来 但这是他们的潜台词 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你要整的是把你自己 所有之前的所有名利啊 所有的你的高度啊全部放下 这是第一个的 但第二个我觉得才是至关紧要的 就是你真的要很有个人特色 你要个人魅力 因为今天你只是想 互联网今天爆红的每一个人哦 先不了先不了他们的表达能力 或者是他们组织能力 或者是他们到底是不是观众爱的 嗯 他们都一定是很有 personality 的 OK 才能够让观众注意到吸引到眼球的 但是你看传统媒体哦 新人主播也好 六台DJ也好 但他们是靠后天或者是很强的基础去打造出来 而不是他们个人魅力 而个人特色 所以这个我觉得个人特色是很需要很需要的一个元素 我觉得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如果要了解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比如说电视台 你在做一档节目它有整个制作团队 是 它有整个制作团队帮你想剧本 赚稿 然后当天拍摄的时候有助理等等的 是是是是 所以可能那个主播或者是那个主持人 他只是做好他的自己的岗位 嗯 就就可以了 可是搬到来这个自媒体的时候 他可能有自己的团队 是是是是 可是很多还是要以那个 content creator 那个主角自己本身 是是是是 去掌控整个内容的主角 你要本身很有想法 要很有很有想法 让你的肌肉露出 混入清晰粉 混入水 然后把肌肉露出 然后把肌肉露出 放在清晰的肌肉上 那我想问一下裴勇 大家都称呼你 是 叶沛王 对于这个称号 你是怎么办到的 嗯 十字鸣龟 哈哈哈哈 没有啦开玩笑 没有分享 我觉得分享一下 成为业配王的你首先 你觉得你是怎么怎么 得到这个称号 或者是你是怎么去经营这一块 我觉得今天可以成为业配王 最主要是 我够拉 哈哈哈哈 为什么 我都只拍业配相关的内容 所以几乎没有在拍 真的是非业配以外的内容 这个我要讲解一下 因为像很多的 比如说YouTuber YouTuber其实有两大 收入来源 第一是靠流量 一些YouTuber他可以 每个星期 不断的 有创造内容 然后一直upload 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容 然后从流量 从那个广告分润那边 得到 得到那个收入了 另外一个 刚刚裴勇就讲到 业配业配就是 内容都是配合 商家 来结合 可是这个你要怎么 得到商家的青睐 这个也是 也是需要 需要有一些技巧吧 那我个人觉得 互联网最难的点 是在于做业配 是最难的 这个肯定最难的 因为你要迎合 不只是观众 同时你要面对 client 还有他多方位考量 对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业配王的 前提是你要做好内容 哦它还是回归到内容 肯定 content is king 如果你内容不好的话 人家会觉得 你就是摆明就是 没有用心 然后你就觉得 只是要塞 塞内容 塞业配给我们 我看到一个 一个趋势 像之前早期 content is king 大家会想到说 好的业配内容是 不要hard sell 最好是最软性越好 不要看到内容越好 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也看到最近中国 你看中国的节目 包括一些 drama 一些剧情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 那个很明显 看得到那个产品 那这个趋势是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一个时代的转变 如果还依然现在走着那种 很软子弱 依然有但是 too young too many yes 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个趋势 应该这么讲 其实整个广告 广告这东西 是从传统媒体开始 对 我其实有认真研究过这一块 其实整个广告是从 欧美市场 跟从日本开始 日本开始 是第一个做到 先撇除 那种真的是广告的广告 对 那如果在节目 软子弱 product placement 这个东西是从美国开始 然后亚洲就是 日本引领整个潮流 所以比如说 不要突然间看到这个花 或者那个后面的 都是软子弱 OK 那这个整个趋势 是突然间 在这几年 整个风向大改变 突然间转换 整个改变的原因 是韩国开始崛起 韩国崛起之后 把这个整个东西 发扬光大是中国 是中国把整个东西大发扬光大 中国发扬的淋漓精致 是 能够把节目上面放灌名 就只有真的是中国做到而已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文化来的 大家开始可能会比较含蓄 觉得这样子好像很不要面子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更加直接 让观众既又看到你喜欢的内容 你喜欢的IP 同时你喜欢的艺人 还有他在做他要的东西 同时又可以很直接的 让观众同一时间 get到branding get到branding的好处 这个就真的是 速食时代了 就是你看一个内容 你花一个一分钟时间 你get到六个info 明白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整个 互联网的一个趋势 也是现在的整个人类习惯的模式的 互联网的节奏变快了 就比如说TikTok的影片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你要给大家什么内容 那同一时间 如果又可以兼顾好自己的 节目想要带出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 而且那个也是最挑战的 譬如我最近自己的一档节目 有没有遇到怎么样的挑战 在生产自己 自己属于自己的IP的时候 谁拿着我的E2800 我有看的 真的吗 这种没有营养 不要看这样多 要不要说一下 要不要说你在开发的时候 你是完全针对业配呢 还是 你去怎么去衡量内容 要做得好 然后又要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我想听一下 你是怎么去做BELLO 之前我在做这个IP E2800之前 我上一个IP就是黑皮短剧 基本上我就靠短剧起家 跟巩固 巩固我的channel 其实我是一个不想要做一件事情 做太久 跟我觉得要给人家 有更多的新鲜感 新鲜感 我不想要真的是走下坡了 之后 大家嫌弃你的时候 你才收 收掉 我就觉得他竟然在这样高峰的时候 就给他先停在那里 先停一下 就让他记得跟回味 我来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之后再穿插 我觉得IP可以很多 你真的很懂营销 真的 真的是我自己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是不是要再创造另外一个IP 然后就用节目的方式 因为毕竟聚合和节目它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档节目一开始只是 纯粹为了一个业配设定了一个节目 然后不知道它可以有这么长的延伸 没有想到那个回想那么好 然后大家的feedback也很好 不管是YouTube Facebook也很夸张 就大家觉得 哇这个东西很好玩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为什么继续延伸下去 因为这种 谈话性节目 或者是游戏类的节目 你要在哪一个时段 哪一个时候 都塞任何一个业配跟广告 都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整个灌名 都可以 所以之后就出现第二集 是从头灌名到尾的 我终于搞懂了 为什么你是业配 你有自己的整档节目 那传统媒体的节目的形式 可以是一样的套在你的 你的节目上面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爱很爱玩的人 我觉得我很多很多很想要玩的东西 虽然我们在传统媒体那里也有机会 但是毕竟传统媒体它有一个很大把的雨伞 盖着你的天马行空 所以你只能够在那个雨伞下面尽情的发挥 然后我就觉得好多局限 虽然玩的很快乐 但是不是我能够完完全全做我想做自己 尽情发挥 为什么我自己当一个电视台 为什么我不要自己当一个电台 类似这样子 我就自己在我的频道做 属于我自己想要玩的一个东西 你有没有想说 希望接下去可以找怎么样的一些商家 然后这个商家是可以怎么样跟你配合 有吗 首先呢先有一点骄傲的讲一句 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商家都不是自己找的 OK 都不自己找 而且商家自己来 然后Casey就从头处理到尾 你有很棒的经纪人 肯定的 所以现在商家是排着队 等着我们想idea 跟着我们就弄 那你会怎么去考量说 当商家很多的时候 你一定要取舍吗 你不可能说 Casey会去处理 就交给Casey 哇很厉害 Casey 怕解了经纪人 其实Casey Casey本身就是 我们一起去经营好CMaker 她就是老板娘 所以对客户的所有的细节 还有那种大大小小事情 都是她去处理 That's why 我才能够这么开心 Focus做内容 对做内容创作的部分 这个我就觉得 每一个团队 当你去到一定的维度 你要突破另外一个高度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分工合作 那现在陈北勇有没有遇到 怎么样的挑战 肯定有的 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挑战 在半年前MCO之前 我的个人最大的挑战就是 比较属于个人自己的 未来的定位跟方向 其实那时候我就跟Casey讨论 我们公司搞定了我之后 我们的未来发展要怎么样 你一个人 你怎样赚都好 你就是有一天会到屋顶的 你觉得你到了顶吗 现在 我觉得还没有到顶 顶 80% 我觉得20% 网路世界有无限可能 这个就是我觉得 当你思维换另外一层 另外一层的时候 其实你又发现屋顶可以自己建 有更大的空间 在MCO之前 我一直觉得我差不多要到屋顶 就是我一个人的赚钱能力 我一天20小时 我如果用完我所有时间 我想完idea拍完影片 我顶多就只是赚那个耳猫 所以我跟Casey讨论了之后呢 我们的CMaker 现在的整个计划 就是我接待要面对最大的挑战 我们在处于整个计划的开端 我们在试水温 我们CMaker 除了在经营我以外 其实我们有跟很多 马来西亚一线的网红 有在合作 有在合作 包括有大家熟悉 我们的好朋友 有常勇 然后有 常乐 Danny 最近刚刚正式加入 MICHIO 也是跟我们公司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所以基本上就是Casey 一个水龙头 就瘦完水了 哇 所以你仔细想 我们现在的状况 就是CMaker不只是我自己一个公司 同时也是Casey去经营那些 所有人 就是把我跟他们一起去经营 所以这一个我们分成为 第一个Batch Batch One 这一区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 内容创作者 这一些人呢 是本身具备了 能够自己独立生产 本身就是内容了啦 是 能够想内容 能够自己拍自己剪 更重要的是 他们拥有很强的platform 他们本身已经是有建立好了自己的一个粉丝群 是 没错 那他们现在唯一的差别就是 他们可能还没有太大的业配的能力 所以这一块呢 就交给Casey去 就让业配王来带动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每一次如果你有看他们的Vlog 他们每一次生日都会许个愿 就讲哎希望陪勇的时间太忙 工作中文 工作到来我这边 所以他们每一年的生日愿望都会实现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第一Batch 第二Batch呢 我们其实陆陆续续有在找这一些 他们是属于influencer influencer他们拥有很强的platform 他们拥有很强的一个所谓的知名度了 但可能他们在拍摄的部分 他们不会拍 不会自己剪 然后他们不会不懂得自己生产内容 还比较缺乏内容的部分 那这一区我们有在牵着 所以这个是第二区 那第三区呢 也是已经有牵了一些人 所以这一个这一区的 我们暂时先不公布是谁 这一区是素人吗 这一区是素人 是从零开始打造的 那我可以进这一区 你是绝对是前面这区的 你是前面这几区的 所以这一区呢 就是他们可能是素人 他们也没有platform 也没有任何东西 但他们就是有我当初 我觉得老板看中的东西 personality 他们有很强很强的个人魅力 然后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是值得 我觉得是很适合网络的 我发现今天网红十分红 我本来以为是跟一个网红在聊天 然后今天我其实是跟一个企业家在聊天 我在想说你的这个 针对你公司的一个发展 也是之前都有分享过吗 没有其实真的是第一次在这里 认认真真地分享 跟网红十分红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那最我想说来到最后一个部分 因为我有看了陪勇之前在一些节目 有说你是一个很喜欢分享快乐 的一个内容创作者 其实我是觉得很感动的 今天你要秉持着一个点 就是希望说把快乐的一些内容带给大家 那来到现在呢 有没有还想做什么的 还是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针对怎么把快乐带给大家 我就觉得快乐这个东西就是你 只要你继续保持着你自己本身的生活的质量 你快乐的那个密度 其实你就自然而然的把你的生活分享给观众就OK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会觉得我今天要怎样把所有欢乐 散播欢乐散播爱 我觉得当讲得越宏伟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越难实现了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核心是在于 你先把自己搞好 你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你先把自己的环境弄得快乐 你产出的内容就是快乐 其实快乐不是一直喊口号 对啊 正能量快乐 所以你仔细想我其实从来从来没有 来对这影片或者在舞台上跟任何人讲 我们一定要正能量正能量 只有真的是负能量或者没有正能量的人 才会一直喊要正能量 我觉得能量这个东西是用你的行动去传达给观众 而不是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做好自己的那个你的生活你就OK了 那今天我得到得到了一个总结 那我觉得与其说裴勇是一个网红 我觉得他是一个把快乐结合在他的内容上面的一个内容创作者 我其实刚刚听到他的那个公司的一个版图 我是觉得很开心的 因为今天有梦想的人 之前因为有很多的歌手艺人的训练班 那现在至少有这一号培勇的人物 然后他是有影响力的人物 带动身边的人 然后因为你是一个注重内容 我觉得你找到个人特色再把内容很好的发挥 那我希望陈本勇可以继续把快乐散发出去 尤其是针对现在的整个趋势 通过不同的社交平台 确实 把更多的快乐散发出去给更多的人 谢谢今天朋友上的来往 谢谢大家 谢谢 以你现在业配王的这个身份 其实你建议透露你大概收入是几位数吗 这个贴心 交给你来处理咯 Ken哥你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你觉得我收入大概几位数 至少六位数 好我们下一题 好我们下一题 下一题 get your skin glow mix clarity powder into water and place the ampoule mask onto clean skin